大家好我是李海洋 来我们今天谈一下 真假难辨 你知道现在技术高超 你看到这个人是真的吗 他讲的话是真的吗 然后他所说的事情是真的吗 真假难辨之中 你已被锁定为下一个目标吗 或许你现在正在被锁定目标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到底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你就是可能下一个目标 我们来看一下 海洋老师的全球国际政经局势 经济议题还有关键及时事分析 命理大预言 Hello dear friend Welcome to 海洋林 Office 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all for your support 请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小铃铛 好接下来 台湾诈骗有多严重呢 从电话简讯通讯软体到社群媒体 诈骗已经渗透民众 每天使用的数位平台中 无论是社群媒体内 检举不完的钓鱼广告 或是通讯软体内推荐标普的陌生好友 辨别诈骗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我告诉各位海洋老师的YouTube频道 或者海洋老师的FB FB现在已经被人家骇客入侵 所以这几天还没有办法完全解除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通知了FB的总公司 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面 到底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个人也好公司也好或者是名人也好或者你是网红也好 像我还不止这样子呢 我还有很多的FB的诈骗集团呢 在我的FB上面用我的名义去贩售商品 甚至开店面用我的名字去开店面 然后全省都有哦 然后到处就说他就是我的本人 结果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然后进去以后呢会不会被榨干了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我还是要呼吁大家请小心 请小心 好所以呢你如果真的要加到我的FB的话 请加入林海洋的FB粉丝团 但现在呢还在当机当中哦 那另外的话请加到我的Lite8 好不好Lite8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Lite8怎么加 或者加到我的微信 微信的话就是我个人本人的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重要的问题呢 加到我的Lite8绝对不会有出什么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现在呢很惨哦 整个呢沦为诈骗天堂 2019年2305事件 2023年呢37,984件 财损金额现在呢有数字的是88.78亿 其实不止这个数字 应该是上百亿了 那堪比中等上市公司 达警政署年预算的三分之一 来我们继续看哦很可怕哦 来亚洲诈骗调查报告呢 每周一次19.6% 每周次数22.5% 每天有16.8% 每月一次12.4% 数月一次27.3% 不会的是1.3% 所以你有没有被诈骗过我 你有没有接过诈骗电话 当然有包括我自己都有 好近六成民众每周至少面临一次的诈骗集团 恐怖的诈骗集团 而且我告诉各位哦 年龄介于40岁到65岁之间最多 甚至到70岁 所以呢因为他们锁定的族群 基本上都是有积蓄的族群 就说我们平常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呢 到40岁都有一些积蓄 来接下来 一年内曾经在哪些数位平台遇过诈骗 Facebook最多50.4% LINE45.6% 那就是我们平常跟朋友之间啊 群组之间的LINE啊 每天都发很多很多不同的讯息 就说什么 这个不需要保证金啊 不需要怎么样啊 然后你就可以获利有这么好的事吗 啊这个怎么可能呢 喝杯水都要钱耶 这台水厂都要跟我们收钱啊 哪有可能 所以我请大家不要那么异想天开哦 你还相信那些鬼话连篇吗 那所有的平台加一加 你看哦 包括Game啦 Google啦 加一加你看哦 整个的平台呢 下时呢 加一加下时 几乎呢 你都会碰到 诈骗集团对你下手 来接下来 常见诈骗的说法 假网牌 最近又有假网牌 那还有呢 你知道去买车子 说要修改 结果呢 钱收了 车子也给他修了 结果人不见了 这两天的新闻 假投资一大堆 利用那些名人哦 那些什么股市名嘴 然后呢 就不断的哦 说服你哦 去投资 这个股可以赚多少 这个股又获利多少 他投资了多少 又获利了多少 都是假的 然后呢 解除分歧付款的设定哦 这也是假的 可能吗 你如果要解除分歧付款 你就可以去跟银行谈吧 假交友的爱情 爱情诈骗也很多啊 什么都是锁定那些 中年失婚的啦 然后现在离婚率很高嘛 所以呢 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的那些女性啊 还有男性啊 要特别注意啊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的男人啊 都是用那个假的 那个辣妹的头像 来跟你诈骗 那女人呢 都会碰到那种什么 她是什么工程师啊 什么开采石油的什么鬼东西啊 反正就一大堆啦 什么医生啦 什么律师啦 乱七八糟一大堆 假爱情诈骗一大堆 假冒亲友借钱 来了 这个连亲友都可以来借钱 你根本都是假的 假借贷 假求职 求职要小心 很多年轻人 你看哇 上次那个求职是吗 月薪十万以上 你相信她的鬼话 你凭什么去赚十万 你又不到台积电去 你又不到友达去 你又不或者到鸿海去 也还不可能有十万啊 你要是一个哦 资深的工程师 才有可能十万 你知道空姐也是啊 空姐一个月才四万多块 最高最高 到了她一个层级 才六七万一个月 有十万啊 空少也一样啊 好 讲话公务机构 公务员的名义哦 你知道吗 我刚才讲那种这个公务机关也很可怕好不好 动不动就说啊你这个税金怎么样啦 哦你这个国税局家把你查税啦 乱七八糟一大堆啦 色情应造啦 那更多了哈 那个简直就是要你的命吧 好不好 每天呢不断的投钱进去 我们最近知道很多的名人 都在色情应造的网站上面 好 假冒商务电油 你看看无所不用其籍 你的五孔不入啊 这种都是五孔不入 为什么台湾会变成诈骗集团的天堂呢 钱太好骗了 接下来柬埔寨工作曝光 受害者表示 他们回复了虚高新的广告 并没有看出这些广告有什么破绽 一旦被拐骗到诈骗的地点 他们就会被囚禁起来被迫行骗 如果表现不好 他们就会卖给其他的骗子公司 从A公司卖到B公司 B公司卖到C公司到最后就是被分撕 看惨不惨 那些试图逃跑的人都被抓后 往往会遭到毒打 甚至呢 割你的肾脏 割你的什么器官都去卖了 然后把你丢包到海里面去 就死无全失啊 来接下来 缅甸KK园区看到没有 都有诈骗园区 所以现在由于遭到 马上会下令星上 要马上转卖 没钱的就把人拉到公海 看到没有 加速卖器官 把器官割下来卖掉 直接将人丢下海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相信吗 十万块 你凭什么赚十万啊 务务实实的面对他吧 好不好 面对我们的人生吧 你还在那边做白日梦吗 你们年轻人根本不务正业啊 就每天那边异想天开 爸妈妈妈 你们看到我的节目啊 请分享给你的孩子们啊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啊 近年AI发展快速呢 复制人声音跟真人非常相近 尤其是公众人物 最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 节路发言片段呢 让AI去复制你的声音 甚至只要花三秒 就能够成功复制出来 复制你的声音 打给亲友 骗钱 然后说啊 你儿子在我这边啊 我是你儿子啊 我是你女儿 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阿公阿嬷 我是你兄弟姐妹啊 天啊 我是你的小孩啊 我是你儿子 我是你女儿 还有我是你依仗啊 都来了 阿姨啊 无所不用其其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 没有的话呢 你看看多少人上当啊 来接下来 眼见不一定为凭哦 古神巴菲特于5月4日呢 在旗下 波克夏呢 海社会公司年度补充大会上面 对人工智慧AI发出警语 再次将AI比喻为核武 警告大家 世界已经将精灵从瓶子里放出来 太可怕了 如果使用不当 将对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我当时就讲这个AI一定会把人类害死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哦 它可以复制你的声音 它可以模仿你的这个手法 然后呢表情 它都完全可以模仿到99%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想想看哦 这些人 未来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人类还能活吗 每天都 生活在这种 恐惧当中 你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真的 这个是假的吗 还是这个是假的 那个是真的 已经让你精神错乱 肯定要精神错乱 所以巴菲特呢 一再发出警语 AI使用不当 就会这样 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都很清楚 AI已经开始使用不当 的情况非常严重 而且呢 都是属于那种年轻诈骗集团 在使用它 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在搞这些东西 然后呢 都不务正业的去赚钱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去年我说过 当我们发展核武 AI就像核武一样 他看到他自己 他的影像 他的声音 然而他的妻子 他的儿女们 他那个影片是他亲自看到的 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影片 所以AI的复制呢 非常的成功 但是呢 这也是人类毁灭的开始 人类自取灭亡的开始 真的会是这样子 你看未来会是怎么样 除了天灾加人祸以外 这个就最恐怖的核武战争一样 太可怕了 你根本不能够相信你身旁 所有的人事物 这怎么活下去呢 来接下来呢 AI变脸骗局 据香港文汇报报导 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跨国公司 这是香港份公司 被骗走的金额高达港币2亿元 新台币是8.03亿 这是香港手中 AI多人变脸骗案的例子 也是一级损失金额最大的变脸案件 看到了吗 变脸的骗局 一次骗走你8.03亿 是集团在操作 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个集团的操作真的太令人惊悚 而且金额之大你没有办法想象 接下来报导称 诈骗集团事先从网上搜寻 该公司英国总部高层的面部和声音数据 透过声味技术将诈骗分子 换上多名公司高层的面貌和声音 再按据本预置高层发言的短片 然后继而以香港分公司职员首市的总部首席财务官 名义发出的钓鱼信息 邀请香港分公司职员参加视讯会议 这个视讯会议是假的 你还以为是真的吗 然后听取机密交易会盘指令 而且有财务官的名义来让你去付款 所以呢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像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一个钓鱼平台呢 非常之多 现在呢几乎你在line里面常常会看到 我经常就是删掉一些那些诈骗集团发的讯息 他还会说说我现在诈骗集团很多 所以你们得小心 他本身就是诈骗集团 我就赶快把它删了 就把它退出群组 因为他会自动跳到你的群组来 所以你一定要删掉他 真的要删掉他 不要以为那是真的 你没有求证过 你就算求证过 你都要小心翼翼的 你的钱要顾好 你的钱赚的不容易 现在呢很多人就这样子 老板也没了 然后呢搞得资厘破碎 搞得家庭真的问乱不堪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看 小心不明的来电 许多民众都曾接过不明来电 对方经常以猜猜我是谁作为开头 让接听人误以为是首饰的朋友 殊不知其实就诈骗集团窃取你的声音 所以呢 那个号码不对的 你就干脆不要发声 我现在也不发声了 因为呢 接着用AI技术模拟 相似度高达8成 再假冒身份打给接听人的亲朋好友骗取财物 提醒民众要提高请觉 年纪大一点的人 他已经开始有点失智的人 或者呢记忆力不好的人 经常都是诈骗集团的对象 你知道很多人就去银行领钱给的 这些诈骗集团的这些可恶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呢 真的你要领钱给别人的时候呢 请你三思而后行吧 那子女们呢 也要警惕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真的 请你们要好好的跟他们沟通一下 不要随便把钱转给人家 而且呢 这些钱转出去根本要不回来 你就算去报案都没有用 因为很多IP都是在国外 接下来各自盗用盛行 近年呢台湾各自外泄事件频繁 连带成为诈骗攻击的起手势 除了企业或公部门的资料库 遭害外 民众因点选陌生连结 进到钓鱼网页 在逼真的假网页中呢 不慎输入信用卡资讯 网银或是社群帐秘而遭到盗用 我告诉各位我曾经就是被诈骗集团 在用了我的信用卡 然后呢盗刷 那他都在海外盗刷 那我还好是我没有出国 所以呢我看到账单我真的吓一跳 很多人就是不迷就离就去付款 对不对 我为什么很坚持说我要看到那些账单 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呢我还是希望银行寄账单给我 我才能够一一逐笔检查 我到底这些账款是不是正确的 那否则的话呢 你就从银行他直接扣款 你惨了 所以我个人喔 我个人是不喜欢用银行直接扣款 那当然有时候呢也会遭到银行的说辞说 你有时候会就是延迟缴纳 因为太忙有时候就会延迟缴纳 现在学会一招 就是账单来以后呢上面标注日期 标注日期金额写上去 那时间到之前呢我就赶快去交钱 这样子的话呢问题就减少很多 因为你如果账单在里面 你没有看账单 然后呢我现在是先把账单拿出来看 然后呢在信封带上标注日期跟金额 比如说你要付一万五千块 那你就这个5月25号要付一万五千块 或者呢5月18号要付一万两千块 或8千块 你就是把那个账单的信封上面写资料 那你每天呢要在刑事例上面 记住你什么时候要付款 这样子的话问题就减少很多 而且呢比如说延迟缴纳金啊 或者他帮你乱加利息啊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有时候可以打电话跟他讨论一下 我可能太忙了忘了脚 那他一次的缴款金额全部都缴清 你缴清的话呢他延迟的利息 他可能还会帮你减少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太懒 我觉得这个跟钱有关的事情 绝对不能太懒 我们知道现在呢 像现在呢精心进入金牛座 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段期间 我一定要做这个节目给大家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看待 你们都觉得说啊无所谓 其实这个无所谓的三个字下面呢 暗藏了多少的漩涡跟危机啊 把你卷死你都不知道啊 真的要小心喔 我还是奉训各位要小心喔 来接下来 一年内曾遇过的诈骗类型 各自盗用盗刷就是我啦 最多22.2% 然后账单缴款的诈骗 我倒还好没有看过这个 购物诈骗就是小心在你的网路上买东西 我是曾经在网路上买东西呢 然后呢他也是诈骗的一个方式 东西根本都很劣质 而且跟他的规格不符合 结果呢钱你付了 一拆完了 钱被骗走了 而且都是境外的喔 都境外的比较多 就是说不是在台湾本岛的比较多 所以呢这个购物诈骗 我也曾经上当过好几次 投资诈骗我现在是连碰都不敢碰 连看都不看 马上把它刷掉 这个投资诈骗现在也很可怕 不止11.6% 那是我们的数据 其实有报案的跟没报案的加一加 应该超过20% 这个也不是只有11.7% 连我自己都被诈骗过 我在网路上买东西都被诈骗过 你想想看喔 尤其是那个喔 我们在看广告的时候呢 那他忽然间跳出 哇这东西多好用多好用 结果呢你买了以后多惨 所以我宁可到实体店去买 现在就是尽量拨时间自己去实体店买 那政府跟银行的诈骗也占了9.7% 吓死你了 所以呢 无所不用其其的诈骗案 越来越多请大家真的要小心 好如果你年纪已经很大了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的广告好不好 你宁可不信他 而且到实体店去买东西 那如果你是年轻的 你要相信他 你就要小心自己的荷包 接下来 扭蛋控长千耍炸 有民众到日式连锁店呢 唐吉柯德呢 看到扭蛋机标榜市价1500元的大奖 还没被抽走 兴奋包下剩下的6颗扭蛋 没想到花超过1000元全包下来 里头竟然一个大奖都没有 骗人的 这让他们一行人呢 气得早上诸管理论 扣诉他们诈欺 并且投诉消保官 你看连这个都要诈骗啊 连这个都要诈骗啊 接下来 好五种人罪易受骗 欲其获利心太重 就想说你每天都坐在家里 就有钱掉下来 你这么好的事情啊 你不工作的钱就会掉下来吗 刚好那个蛋扎到你 你怎么被扎死都不知道 害怕威胁 然后呢过于善意的同情 那你同情会被利用啊 你知道吗 同情会被人家利用啊 所以不熟悉相关的制度 你制度不同意会被利用 碍于名誉难声张 很多名人就是吃了大亏也不敢说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还不止这样子 去年 也有政府单位跟人 甚至立法委员 跟诈骗集团 都在一起 然后呢 东窗四方 一问三不知 全部推迟 像这种情况呢 真的我们自己要小心 民众如果还继续呢 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话 你的浅钱 你的未来的生活费 你可能要缴的贷款 你可能要付孩子的血贷 或者你要养老的老年人金 都被炸光 好 那还有呢 可以被诈骗但不能说的事情也有 我大概讲一下 一名呢 旅居英国的女子呢 近日发文 只在台独居的老妇遭到诈骗 连三千多万房产也不保了 报警时又遭到冷漠以对 让他痛死台湾就是诈骗天堂 据料呢 他近遭亲律彻翼的网民大举出征 质疑 该文是认知作战 带风向骂政府的假文章 他被逼得伤闻并关闭脸书 但警方证实却有报案记录 问题是文章消失 就能改变政府打扎不利的事实 好 很讽刺的是 该文在网路上疯传的时候呢 正愿正喜滋滋的宣布 通过打诈新的四个法案 财经民人谢金河 例子贴文说 打诈四法案通过以后 他一打开脸书 跳出的就是冒用他肖像网路 投资诈骗网页 所以 连谢金河都痛批 诈骗横行是政府不作为所造者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连谢金河都出来痛批 我想许多名人饱受冒名诈骗 网路投资广告之苦 政府拿不出真正的对策 他们可能想做 但是你要知道做不到 到底为什么呢 好 我们今年呢 最可怕的是2024年呢 从1月到4月 这4个月 全台湾被诈骗的民众呢 金额高达340多亿元 还没有披露出来 今年光4个月300多亿 你可想而知一年下来要是上千亿 太惊悚了吧 来 各位 你们知道 今年才过4个多月 我们台湾警察 已经受理了6万多件诈骑案 诈骗金额已经超过了新台币340亿元 你们知道4个月340亿的业绩 你就算把所有台湾合法的电商 直销公司加起来的业绩 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吗 而这当中 以投资型诈骗为最大宗 被骗最多的就是40到65岁的这群人 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有个观念 如果说你今天有一笔钱 它汇出去了 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那你就绝对不能把这笔钱给 随便的转出去啊 哪怕是你今天透过正常的投资管道 不管投资股票加密货币还是习货也好 你的钱都有可能瞬间蒸发在市场上 还是你们会觉得说 你今天是因为被诈骗 你就会有个免死金牌 你就有办法把你被骗的钱拿回来吗 这是不可能的 我最想听到长辈说他们被诈骗的理由 就是说我是为了子女好 那我这边直接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为了你的子女好 你应该做的就是 坐下来好好陪他们聊聊天 去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是说每个人 每个子女都希望自己的父母 靠着投资去赚一大笔钱给他花 有没有可能你的子女呢 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陪伴他们 有没有可能你子女希望的 就是说你能够好好的保护你的资产 能够安享晚年 我觉得有一个蛮可悲的一件事就是 现在诈骗集团跟你家人的关系 会比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还要好 好防诈骗绝招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戒除贪恋远离诈骗 不接不显示来电的电话 不听信电话内 只是办理任何金融开户或转账 千万不要在网路上面 或者你的手机上面 办理这些事情 请到银行去 亲自办理 住宅电话信箱请观察 提防歹徒到转接电话 然后呢 申办信用卡或行动电话要小心 借务留下家中地址 电话或个人的影像 ATM无法辨识身份 误听信歹徒指示操作 好你们去ATM那个领钱的时候 要先按清除 先按一下清除 那前面可能他有设定 你先清除以后呢 你再把密码输进去提款 比较不会有出现状况的情况出现 好网路购物要小心 线上刷卡先确认网站的真假 网路购物呢 真的要非常小心 现在诈骗集团很多 很多人呢 都不敢在网路上购物 这是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很想买 但是呢 真的不方便 那现在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货到付款 但问题 如果是真正的好的平台 货到付款不是问题 但也有假的平台 大家要小心 好 老师今天呢 做这一集节目给大家 最主要的是要警告大家 诈骗集团呢 仓缺 然后呢 让我们呢 深陷痛苦之中 如何呢 改善呢 不被诈骗集团 集团呢 这样子凌虐我们 然后呢 让我们损失惨重 你可能呢 十年二十年所累积的财富 可能就不见了 请大家务必务必要小心 现在连银行行员都可以呢 坚守制造 太可怕了 所以呢 你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帮你理财吧 好 有些事情呢 真的是 真的是 说起来痛苦万千 但也不得不说 我相信呢 你们呢 一定要好好的 把自己的荷包固好 今年呢 是财酷年 不要贪心 不要贪恋 我相信呢 问题就不大了 努力工作 然后呢 赚的钱有限也没关系 真的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 方涵老师的LINE8在这边 小老鼠A2736300 我的Facebook最近呢 被骇客入侵了 不过这是我的粉丝团 那微信的话呢 是ASKJENY888 海洋老师的皇家命理学院开课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加入我的海洋命理学院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按赞分享开订阅一下小银铛 拜拜 晚安 他回了 eros 便是 闭产 恩 有